我剛剛看了一個視點三一的訪問節目 就是訪問何君堯和朱鎧迪 聽完之後我感覺上他們兩個人在爭拗一件事 朱鎧迪自責何君堯說他和白衣人握手 所以何君堯就是白衣人後面的支持者和緝脈者 而相對來說何君堯指出 朱鎧迪在過去每一次的什麼運動的遊行 他也有份在那裏 他穿著黑衣服 那是不是朱鎧迪因此也是黑衣人的指揮和聯絡呢 很明顯這個是商場標準 這個就很容易大家會留意到 應該希望大家會留意到 在這些辯論之中很多時候 那些人就拿著商場標準 而何君堯肯定說出 他要希望香港的暴力事件 暴力衝突是停止 因此他建議暫停所有的遊行的規準 即是不反對通知書 但是朱鎧迪完全不肯 而朱鎧迪仍然要堅持 就要去繼續做各種各個地區的遊行 這件事情大家應該細心想清楚 到底為甚麼 對香港為甚麼 香港要可以繼續向前走 第一件事就要走出香港人現在這個自大自卑的複雜心理 香港曾經是中國最富有的城市 現在變成三樓都不到 這個自大自小的複雜心理一定要先跨過 原因不是香港沒有進步 原因是人家進步太快 既然人家進步那麼快 為甚麼不學 很簡單的一句 為甚麼不學 如果你真的要跟我說政治 麻煩你真的拿幾本政治書讀了先 看看在世界各地 有多少個民主國家 而這些民主國家之中 有多少個是因為民主而富有 或是因為他是移民中主角 到處搶掠而富有 如果你可以舉個例子給我們看 那我歡迎 我知道有 我自己知道有 但是這些行坊是小國 沒有一個大的地方可以這樣做 而中國是一個很多人口的國家 如果我們真的要給人口 看看旁邊的印度 宣稱是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 在中國起步的時候 196、197年代 印度的人均生產力 GDP比中國更高 今天呢 今天呢 今天 中國人均GDP 高到幾倍 印度經常都說 我會追上來 我會追上來 我不覺得有新之年 可以見到印度可以跟中國拍在一起 有很長時間 這個距離只會越拉越遠 而不是越拉越近 因為他的增長速度 遠低過 現在已經減慢了中國的增長速度 在過去的30年 只有一兩年 例外地 印度的增長率 比中國高一至兩個百分點 這就是30年的歷史 大家可以查一下 我的記憶可能會記錯 因為事實上 我以前沒有記性 但是呢 我相信呢 我可能會在數字上錯 但那個大概念應該沒有錯 那大家可以 表證我 如果我一些 數字上錯 好了 印度 不行 那我們再看看 在大家相同時間 脫離了所謂共產黨的兩個國家 一個就是蘇聯 今天的俄羅斯 一個是中國 他們兩個有什麼分別呢 在俄羅斯 在蘇聯脫離了 放棄了共產黨之後 他一夜之間 就採取了所有的 資本主義的概念 將他所有的國企 全部私有化 那些員工 那些員工 拿了這些 國企的股票 根本就不知有什麼用 一張紙 不吃 不可以用來吃飯 而當時 整個經濟 含有一個大混亂 那大家記得 那時候 蘇聯很多地方的人 是沒有東西吃 民怨很厲害 而當時發生什麼事 美國那些企業 進來 低價地收買了這些 國企的股票 什麼時候俄羅斯才回生呢 就當他出了一個強人總統 普京 一個強人總統 就把俄羅斯拉回來 俄羅斯說有民主 其實現在不是真的被 普京輪著做 做了二十幾年 這就是連續政府的好處 你走去搞民主 這頭一個政黨 弄一些政策出來 過兩三年 第二個政黨上場 那些政策變成了 以前的事情全部不算數 從頭來過 好了 這個政黨做了幾年 然後又倒台 又輪到這邊的政黨 他現在又不是拿回舊那個 因為已經被人說得 很快 又生了出來 又搞到 剛才弄的那些事情 全部都不算 你拖我 我拖你 那些國家就沒有進步 沒有進步就落後 這個世界不進則退 香港就是你進步得不夠快 被人爬了頭 現在你不是去學人家進步快的國家 而走去學慢的國家 沒有腦 這樣叫沒有腦 要學別人的好東西 人家進步快就學人家進步快 你不用學了中國的政制 也沒有人叫你學了中國的政制 但是不要死牛一邊 說一定要學西方的民主政制 民主政制現在證明到 不夠中國的政制發展得快 還學它 我不要叫你學了中國所有的東西 學中國的好東西 不要把人家濕給這些東西 一會兒吞下去 這樣不是辦法的 香港你不是辦法 真的不是辦法的 要香港進步 一定要找人站個高點 看看香港到底有什麼前途 可以怎樣發展 每天走去搞遊行 每個禮拜走去搞遊行 你那些政客就好 上電視 香港的民生又怎樣 給你選擇 有得吃 有民主 兩者不可兼一 自動選一樣 為什麼兩者不可兼一 因為這樣可以幫你排斥罪 什麼是重 什麼是輕 你排了一次 當然兩個都可以的最好 對吧 但如果不可以的 你先選哪一項 餓著土皮 愛民主 你厲害 看你餓得多久 為什麼 民主不可以當飯吃 而事實上 如果你真的去讀一下政治 看看現在世界上的國家 你會知道民主已經過期了 等於共產黨過了期一樣 現在要尋求一個新的模式出來 中國現在暫時找到一個模式 很適合中國 所以發展得快 現在都要變 怎麼變 不知道 唯有大家一起合力 去找一個好方法出來 走去爭這個 黑衣白衣人 兩派都是惡勢 兩派都是暴力 你幫誰 我兩邊都不幫 老實說 我幫香港小市民 想找一口飯吃 安居樂業 好好的過日子 不用這麼麻煩 不用經常聽你的政棍在搞搞貢 曹山曬 幫香港解決民生問題 樓不要那麼貴 人工高些 生活費低些 大家可以有錢儲一下 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不知道你是不是想這樣想 拜拜